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石瓜新年好啊新年好啊 新年底大家应该不会再白嫖了吧 今天是换了这个汤姆的二男神啊 给大家来一把二男神的实战啊 我留着这个金羽毛一词不换二男神 本以为就是他会出那个金羽毛的角色嘛 但是现在感觉应该是一时半会不会出了啊 这把的话地图是太空堡垒仪 对面的话是天使国王侦探莉莉啊 我是一个七七六的汤姆我们进入游戏 开局看到这个经验分布全部都在下面 那肯定是往下面出啊对吧 拿了第一块来走了拿第二块 然后再到货车拿第三块 这边有个机械鼠我可以打了再走 这小子居然遇到我还要跳 看来是打我打扫了呀 你看这样的话就直接拿了三块金和一个机械鼠的金啊 我的位置也暴露了啊 那我一个汤姆的话暴露位置肯定是抓不到其他的机械鼠了 所以说最后的话是卡点来到这个地方调了一个环环 开局看到我在这个位置的话 他们肯定不用想嘛 直接出下面啊很稳定 要么就是那个维修要么就走了啊嘛 对吧 去拿捞换搬哪套嘛 一般都是这样啊 然后我们直接去维修餐 哎可以看到维修餐果然是有个老鼠在搬哪套 过来一刀一拍再来一个锅 这个锅看上去就很疼啊 这个皮肤大家有没有注意 感觉这个模型都变大了 帅是挺帅的 感觉就是这个手感好像做的不是很好 可以再优化一下 我们直接有多 哎躲了这个罐子 那就直接板领寒 领寒这边还有一个垫覆扇 我们板下面吧 然后用那个垫覆扇可以去手一手啊 把这个拍子丢下 然后丢个垫覆扇放在这对吧 一跳就直接把他吹走 对吧 一点半头都没有 抓一刀 哇 我是发现这边有个隐身 但是这一刀还是慢了 这边有个果王上来 他再跳 直接一个果把盾给破了 下来接一拍 然后直接抓起 继续绑上这个老火箭 果王可谓是过来摆送了一步 直接开 无敌 哇 这个垫覆扇无敌都能把我吹走 这边有个烂番茄 说明这有个隐身的 直接把这个 垫覆扇给打了 他一冰 直接就 莉莉虽然被电了一下 但是他这个风墙是挡住了 我接不上伤害啊 赶快买个拍子 看能不能追上啊 国王或者莉莉 哇 这好像跑得挺快 好像都追不上了呀 节奏断了 那我们喝一个水机看看吧 侦探已经推了一块 这个水机是一个兴奋 哎呦 感觉喝浪费了 老鼠都没看到喝个兴奋 没用啊 然后来到这个奶酪 快开个空头 这边国王也先抢啊 到这边有个风墙 好像还是追不上 我再被那个球给剪输了一下 这个陈胜追击 只有两层 追老鼠都还是有点慢的 你看还被冰了一下 有操作的 这个对话打拉扯很不错 武器上的奶酪也被动了呀 哎呦 我这个 确实感觉就是人物挺大的 我感觉 对面用那个道具 丢我的命中率 无限提高 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什么 大家可以住下 哎呦 我就感觉用了这个皮肤之后 我的模型变大了 就更容易被命中了 帅是挺帅的 就感觉没有那个帅的价值 你知道吗 帅了还被挨打 我感觉这个帅就不值了呀 对吧 对吧 你要是又帅又操作又好 那还差不多 你这帅了 是牺牲了自己的操作 我个人感觉就不太好了 这个皮肤 又是一通道具乱丢 这边还翻个鱼 又被这个剑气给减束到了 哎呀 这太难受了呀 下来还踩了个自己的夹子 哎呀 这个烂番茄 这个锦束太难受了 我想跳过去 但跳过去 这边已经那个莉莉 抓到 但是这个拍子没拍到 一个给我打到 然后可以接拍了 拍抓 然后这一波的话 可以上老火箭了 开 哎 没有音效 只能自己配了 我全程在自己配音 打得可累了 这边开个免控 想在烟雾中抓一个老鼠 我这蒙着眼睛瞎抓 好像什么也没抓到呀 空下这个无尾 会要一刀打痛 但是他腿直降落 补上伤害 跟上一刀没打到 下来直接一个锅 我怕他剪这个罐子 没想到他不剪 这小事 回来走一下这个奶酪吧 踩一个碎片 然后后背这个裙头吹一下 哎 这连环套是真的难受 把这个夹子给丢下 然后拿个牌子 这边要抓莉莉 或者那个啥的 都伤害都不够 反正 但是他们跑的都好快呀 这碎片反而是难受 我自己连科研 他们都在推了吗 太难受 这门口还一个烂番茄 这拉扯是给打的零零净致 这边调个变大 估计变大了 这个天使 过来 看一下这个莉莉在哪 完了 莉莉好像也出去了 没在这里面 哎呀 我靠 这拉扯已经三块多点了 这把有点不利呀 这个莉莉 还有一个盾 虽然被甩到了 但是我被这个封墙给封住了 补不上伤害 看一下这个探测器 身上的话 没有拍子 秒不了 先翻个夹子 还是你再说 反正我们这个无敌 已经两级了 再下面开也是可以的 我想下来 看能不能抓一个 因为这把的话 还不赶快把这个里寒的秒费 给利用上 这把感觉要输了 第四块也推完了 我们只能冒险了 哎呀 但是他们好像是 开了一个探测器 知道我的位置了 糟了呀 这把 科研究还有一半 对吧 被他们推完 这把基本就难打了 凭借着我多年 对猫鼠的一个意思 我来的时候是武器餐 想最后一搏 果然 一拍一抓 带走这个莉莉 这波的话就赶快 再一个锅 当时他们身上没有一个道具 我们直接开 这一波的话 谁也拦不住了 好吧 天使想在路上复活 但是他这个没有复活上 那这波他还踩了个夹子 现在着急了 锅也过来 一抓 然后再一个锅 但是他一个动是 抵消了我锅的伤害 没有把他给秒了 跟上一刀 还是把他秒了 那这波的话赶快板科研 这样的话 可以一边手买的 一边手火箭再开 这个没有音效是很烦的 有个烟雾弹 侦探想推奶了 这边吓唬他一下 吓唬他一下 侦探想救一刀 然后再接个碗 直接带走 天使这波也想过来救 拿个拍子 一刀没打中 他直接救了 那我们抓起侦探 不着急板骗他们 骗他们 等他们五位差不多了 我们再反上 对就像这样子 一刀 然后再去抓这个天使 一刀一个锅 哎呀 这他二极被动 他二极被动 但是打不动 开个无敌 小心被这个电给电了 他还要引个身 我这一锅一抓 没打死 伤害还是不够 最后的话是一刀打死 我们赶快买一个火箭 我这被这个电给电到了 这 是我没有想到的 在卡下 他都无位吧 把这个侦探带走 这个侦探可能是个回家 国王的话都无所谓啊 这个强风气 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像侦探的话 如果带个回家 他又隐身了一只 就真的是不好处理了呀 这家伙 我们开个探测器 看一下老鼠的一个位置 一个在上面 一个在下面准备下去 这个空头我们可以拿下 对吧 开下这个空头 看一下一个兴奋 一个变大 我们拿个这个变大吧 赶快下去清理个道具吧 我怕那个国王已经下去了 不然那满地的道具 估计要破我一个半血 好吧 保险起见啊 那个兴奋就不要了 你看这些道具给清理一下 范姓多了 蓝番茄也给清理一下 你看这一会 如果说是国王过来的话 这道具还挺多的 这一通道具乱砸 可能这个墙风就这血量不多了呀 对吧 所以说第一时间赶到墙风是很重要的 这边一个碗是打中国王了 但是没有看到他 这小子不会也隐身了吗 果然隐身 开 看下一个国王在哪 丢来丢去先把他的球给丢了 就算他隐身 没有道具破墙也是一样 这边喝一个随机 是喝的了一个兴奋 一刀没打到 一个锅 锅是打中了天使 我想去拿这个蓝罐 又拿到这个 又拿到这个牌子了 哎呀 我拿个蓝罐能咋地呀 过来捡一下天使的尸体 好 拿起来这个蓝罐 这不过想过来就冰到我了 我们没有免空 他这个跳就直接跳上去了 那没办法了 那就直接是是非了呀 总结一下这个皮肤吧 个人觉得用一个金羽毛换的话 还是比较值得的 因为他这个特效确实是很足 好吧 只要后期再把那个手感问题再改一下 就完美了 好吧 那今天这期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给个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